欧洲行第四战,英格斯父子歌舌 大家都知道英格斯的歌系在全世界影响非常深远 像这老一派的各位啊,胡本啊,詹森啊都已经去世了 留下来的也真的就剩英格斯了 他的歌系啊给全世界各有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在今年呢又在亚金顿赢得了全国赛的冠军 而且六场大中距离赛时拿到了冠军 KPTB大中距离第四位等等等等啊 今年英格斯真的是表现的相当的出彩 而且今年呢在整个大中距离赛时中 英格斯的学习啊出品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好了,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走进英格斯的歌舌 OK,好,这就是朱尔斯英格斯啊 你看这这么大的年纪啊,真的还热爱歌子 这是他的儿子Yves啊,看到没啊 你看英格斯现在这个新歌舌墙上全部都是历年的代表歌 像亚金顿全国赛冠军亚金顿号 这支是马瑞克,这支是波志茨或是全国冠军 歌王号,盖雷全国赛冠军 这是引进的格斯顿的一支雄歌 这是小中距离全国歌王冠军 英格斯现在歌舌整个歌舌里面主要都是他的代表名歌的照片 非常简单,但是很有岁月和故事感 真的是一辈子养鸽子 祖孙三代在养鸽子 老英格斯啊,他儿子 我觉得真的他是比利时的一个瑰宝级的歌舌 我已经是在记着詹森湖本这一代人啊,也可能是最后的一位了啊 对英格斯的歌子,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啊 而且他纪念飞的是太好的 而且用英格斯取得成功的人是太多 不胜美举 英格斯呢,提前让他把歌子都装好啊 我来看这样的话会节约时间 我就可以多多看一下歌子 因为只有三个小时看歌子时间 老英格斯啊,真的是一代伟大的歌友啊 这么多年了 How old are you? 84 老英格斯呢,现在已经是84岁了 而且今年又赢得了全国赛的冠军 六场大中距离的歌王冠军 KPTB大中距离歌王四位 而且今年整个比利时大中距离赛事 用英格斯现卖的获得了很多的歌王高位和全国赛的冠军 英格斯当之无愧啊 是这个时代里面啊 剩下来最老派最有实力的一位歌友啊 今天我们会看到他的全国歌王高位和全国冠军等等等等啊 真的来英格斯家里面总是一种情怀啊 每次翻学同表 手都在颤抖 但是对歌这种热爱和执着和坚持 今年的全国赛 We offer very high price It's not for sale 就是今年他所有的歌王我们要卖他都不卖啊 大中距离歌王四位 我都给出了25万欧元的天价 他都不卖 真的他还是对歌子有热爱 所以人生悲喜各不相同 欢喜各不相同 有时候钱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啊 就是对歌族热爱和执着 好了 关注我们 歌斯现在已经84岁了啊 今年这样天价的歌子都不卖 但是他已经有很多钱 我问一下他哪个钱准备去干嘛 他说健康呢才是最重要的 金钱真的不重要的啊 他说我这个年纪了 真的对钱真的没啥概念了 所以就说养歌子的人的一生啊 真的到了后来 你真的就是真正的爱 就会存下来 而且英格斯每次进行写 字都在颤抖 这个翻学龙表的颤抖 但是他还在养歌子啊 这只KBB大中距离歌王四位 我们除了千价他的博卖 真正的是爱歌人 而且今年我们订单 我订一轮 然后说要两轮 他说我要让每一个买家的老朋友 都有机会买到 这就是一种态度 而且价钱非常的中肯 英格斯今年已经84岁了啊 然后我们订了25年的整轮又哥 让他给我签一个名 写一个纪念吧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歌界上面 真的是挣到了很多钱 但是真正的做出了很多的奉献 而且他这种精神价格的坚守 还有每个人都可以买到啊 我觉得很棒 很欣赏 他说手都很老了 都写不了字了 OK OK Sketchen Tusketchen 我说让他写我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英格斯 父子啊今年荣音了 KBTP大中距离各王四位 真是他手上的这羽超级战将 因为这羽慈格那也荣音了 KBTP六场全国大赛的总冠军 非常的特别 我们现在就请这个 这羽慈格斯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羽超级战将 Shall the pigeon please 是吧 你看英格斯的手都在颤抖 但是他对歌词的热爱是执着和真实的 因为我们出了25万的天价买 各王四位他都不卖 真的是太难以置信了 而且他年纪大 他钱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开心快乐最重要 钱不是万能的 肌肉呀各个方面都很好 这只歌子是一个包得很紧 很紧凑的与此个手感非常好 紧凑 肌肉量中等稍偏大 持骨强壮紧闭 结果也很好 手感一流炮弹身形 我们现在让英格斯来点评下这一只歌子 这与此歌的爸爸呢 就是小利蒙治的儿子 也就是利蒙治全国赛冠军的直接孙代 他的爸爸本尊赢得了22年 KBDP全国大中距离的歌王75位 而且呢也赢得了查特鲁大区的亚军 他的妈妈就是诺尔 里面有葛顺范德瓦尔的品系 和他小利蒙治 这只歌子呢是小利蒙治的儿子 配上了小利蒙治的外孙女 他自身是24年KBDP大中距离歌王四位 他的妈妈也是22年KBDP大中距离歌王四位 所以就说歌王四位再生出来了歌王四位 事隔两年 非常顶级的一语词 个顶尖级的血统 手感非常好 英格斯真的是怎么说 他的不卖这只歌子很漂亮 让我拿到就很心动 英格斯我们出了疯狂的价格 他为什么不卖我们这鱼 KBDP大中距离歌王四位 因为价格真的是超出行情 超出市场了 25万欧元 天价了 因为他说这只歌子的血统太好了 因为他的利蒙治号 亚金邓号 等等等等 都包含在这只歌子的血统表上 而且亚金顿号和利蒙治号 这两条主要的核心血脉 真的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成功 而且和不同的歌手都带来成功 所以他就觉得这只歌子 还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希望和成功 所以他坚持这只歌子不会出售 那我们问一下英格斯父子 这只歌子是不是他们赛格圣牙中 目前最好的一只超级战将 他想了想 他说第一摇了摇头 他说一定是最好之一 他说因为他特别的是 他的妈妈也是大中距离全国歌王四 他又是大中距离全国歌王四 OK Good luck 我们祝英格斯好运 天价不卖的这与 全国歌王四 我们希望他可以给英格斯带来更多的成功 而且这条血脉给全世界歌友 也可以带来新的希望和成功 Congratulations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让一分格斯拿着 今年他的亚金顿三场全国总冠军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们看看这只歌子的翅膀 Win please 翅膀的柔韧性各方面都不错 大方面 英格斯的歌都比较篷调 这不是一个大气型的熊哥 他的妈妈也是黄金配对年轻礼盟制配乔琳的直接女儿 这个配对非常的好 因为他的大中距离歌王四位也是这个配对下来的 这只歌子呢 赢得了亚金顿三场两万多宇的最高分数 Super Coca 是一个中号体型基本条件都有啊 手感不错啊 但也没有说那么那么厉害 但是出了天价他都不卖 因为他的血脉是非常顶级的 这也是英格斯一生中啊 赢得的第十一个全国赛冠军 Elevens National U1 看一下这与冠军的风姿 24年亚金顿三场全国总冠军 这与熊哥英格斯作语啊 中号体型啊 这只歌子的意义对你来说是什么 他说这只歌子赢得了全国冠军 当然就非常棒了 而且呢 他的血统表里面流通着我们整个歌手的基础血脉 而且呢 他的祖母乔琳的全兄弟 在耶尔隆基尔歌手里面也做出来了歌王冠军级别的歌子 所以整个家族和整个县脉来说 非常的核心 也很超级的发挥 所以178亚金顿号等等等等都在里面 而且外加了 格顿范能瓦尔德劳拉的全兄弟的血脉 在这张血统表里面啊 非常的特别 这与亚金顿全国三场的总冠军 十英格斯家族啊 第十一个全国冠军归冠入账啊 非常的珍贵 所以这只歌子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很特别啊 恭喜你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血统表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英格斯兄弟 今年赢得了亚金顿三场全国最高分数的这鱼 熊哥啊 是一个中号体型 绘格子 手感不错啊 很紧凑 啊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不加硬朗 中号体型 绑臂厚度适中 翅膀柔韧性很好 中号体型 熊哥的强壮度一般 不是弱 但是也不是很强壮 骨架硬朗 一字尾 腰部力量失重 肌肉量中等稍偏小 前点不是非常靠前 龙骨非常粗壮 龙齿骨衔接很好 齿骨强壮紧闭 那这个熊哥那流淌 这英格斯的基础血脉 178和231的基础血脉 而且他的祖父是 格斯论范德瓦尔 劳拉的全兄弟 所以说这只鸽子是 奶酪和英格斯的一个 成功混选的案例 而且至于冠军哥的妈妈 是他的一个黄金配队 叫小力龙制 配乔林的超级育种植母 这个配队也做出来了 哥王 今年KPDP大众区地哥王四位 也是个配队下来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 黄金线卖的熊哥 天价给他了 他也没有卖 所以手感不错 结构很整齐 很规矩的一语熊哥 中小体型 非常聪慧的一语熊哥 恭喜英格斯 这是他今年 是他们一生中 第11次全国冠军入赏的一语熊哥 亚伍的三首全国最高分数 恭喜英格斯 我们来欣赏一下 他的血统表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 英格斯威与超级赛种词 这语熊哥呢 名叫诺尔 赢得过 22年KPDP大众区地 各王四位 而这语熊哥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当时飞完了各王四位呢 有中国各友 出了高价引进 他说要把订单完成 那结果呢 他把订单完成之后 再去找这个各友 这个各友说 我不想引进了 那随后这语歌子呢 就机缘巧合地 留在了他自己的歌手 没想到的是 这语熊哥 立即证明了自己 黄金的一种能力 之间语而赢得了 2024年KPDP大众区地 四关歌王第四名 而且也是六场 大众区地赛史的冠军 非常的特别 这只词歌呢 流淌着他黄金血脉 小利浓质和奶酪的脾气 非常顶尖级的词词 那英格斯呢 说这只鸽子 将会成为他的 重点之重的黄金重物 而且这只鸽子的血脉 将会流淌在 他所有名鸽的血红管上 中等稍偏大的起形 上手感觉骨架 非常的硬朗 绑壁 厚实有力 翅膀容易信号 非常漂亮的 打翅膀 绑条 很高级 看看另一边翅膀 腰部宽厚有力 但是尾巴微微上翘 油黄眼 这语词歌呢 21年出生 22年便赢得了 一岁个大中距离 格王四位 而且他的女儿 又赢得了24年 KB的大中距离 格王四位 英格斯父子说 这语词歌 一定是他未来的 基础黄金种词 我们给出了 非常高的价格 但是他依然不出售 我们相信 这语黄金种词 流淌着 世界的一个178 价金更好 还有买到的核心血脉 这语词歌 一定会给英格斯 带来更多的新成功 我们来欣赏一下 他的血统表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展示 这语词歌 就是英格斯本年度 最超费率战胶 这语词歌呢 融赢了2024年 KBDP 大中距离格王四位 而且也是六场全国大赛 总排的冠军 非常了得 在最后一场赛时呢 这语歌子 盘赞排的是亚军 我们特别希望 他可以在最后一场比赛中 逆袭赢得格王冠军 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后场比赛 这语词歌没有飞上来 所以他四场比赛 也就排到了四关格王的第四位 但这语词歌上手是一个炮弹身形 肉量中等稍大 毛非常的贴身 手感极佳 非常漂亮的语词歌 谁来上手都会对这只鸽子的品质感到满意 很有力量感 且有活力 翅膀绑壁 厚实有力 翅膀柔人性佳 绑条也够漂亮 他的翅膀没有他妈妈那么大 但是他比他妈妈更紧凑有力饱满 依字尾 饱满有力的腰部 他妈妈是一个翘尾巴 但是他的尾巴一直也下压 鸡肉比他妈妈要饱满些 是一个中等偏满的肉 鸡肉偏Q弹 龙骨非常的粗壮 龙齿骨衔接很好 齿骨强壮紧击 非常聪慧的语词歌 手感比他妈妈还要卓越 至于神奇的战将 英格斯说 我说是不是你人生最好的语战将 思考的语词歌说 他一定是最好之一 非常顶尖级的血脉 汇集了亚金顿 丽蒙志号 还有南闹家戏 鱼以身 非常卓越 手感顶级 这语词歌在他的赛的生涯 已经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即将进入总歌舍 我们期待这语词歌 在总歌舍 又有大的发挥 给英格斯 和史强他学习的歌手 带来新的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